从前山样到南巡 是几千年残桑文化的一脉相承 而从长三角的浙江湖州 到珠三角的广东顺德 同是水乡的人们在残桑业中 也有着相似的创造与智慧 同样是因地制宜的桑鸡鱼塘模式 但不一样的地理物后 就让长三角与珠三角两地的丝绸 衍生出别样的风采 在顺德 河道中无污染的淤泥 以及植物鼠粮 可以用来染制坯丑 这便有了香芸沙 这些货呢 就是你能够钓在这里 你一定要有一些开 那么你打的又是 走快两步过来开步 趁着天气晴好 年鱼八旬的梁珠 正带着工人染至香芸沙 将鼠粮粉碎后 制成染液 将桑鸡丝织成的杀货酬 在鼠粮液中充分浸染 然后将其晒干 接下来再次浸染 再次晒干 这样的过程重复多次之后 劈稠的颜色 油白变为淡棕 直至棕红色 二十二度到二十八度 没有风 那最好在香芸沙那个时候 香芸沙是世界上罕见的 采用泥土参与染制的面料 将河道中的淤泥均匀地涂抹在坯酬上 河泥中的铁离子 与鼠粮液中的丹宁充分反应后 皮绸由棕红变成油亮的黑色 三喜九煮十八晒 在漫长复杂的三十道工序之后 丝绸珍品香芸沙就诞生了 柔软的丝绸 经得起这样的千锤百炼 这个过程 仿佛也将天地的精华注入其中 蚕字由天和虫构成 造字的祖先 或许是在以此表达 蚕是天降的虫 丝是天赐的礼 在残浓朴素的世界观里 天又是从不有负于人的节气 是始终如初的山水 是偶然所得的和泥与鼠粮 顺自然之礼便是天 在香芸沙与吉利斯的繁华里 人与天 合而为一 从秦汉到唐宋 中国残桑业的中心 从中原转移到了江南 这个时期 古丝绸之路也迎来大发展 正丧养残 骚丝纺织的技术 沿着丝路向西传播 进入了新疆 夏至 气温节节攀高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 有个叫达里亚布伊的小村落 这个季节 村旁的克里亚河 已经活泛起来 村庄也更热闹了 这天 鼓励杰纳一家 要举办剑服仪式 剑服一般用黑色绸缎缝制 最大的特征是 胸前缝坠着七条 箭头形的天蓝色绸条 剑服仪式相当于 当地女性的成人领 仪式上 要准备传统的 和田美食 和田 古称鱼田 地处古丝绸之路上 中原与中亚 西亚等地的商贸往来 曾让这里繁盛一世 但后来的古鱼田国 并不满足于 只做思路上的中转站 一个偶然的机会 三河蚕被带到了古鱼田国 从此远离江南的西域地区 开始了重丧养蚕 纺织刺绣的历史 剑服 在维吾尔族服饰里 别具一格 当然 和田人用残桑创造出的 最具影响力的风物 还有 埃德莱斯丝绸 独特的扎染工艺 是埃德莱斯丝绸的灵魂 用塑料薄膜 按设计好的图案位置 在金纱上扎结 需要染色的部分 露在外面 染上一种颜色之后 再换位置进行包裹 分层染色 埃德莱斯丝绸 色彩绚丽奔放 多种颜色随意搭配 碰撞出 独特的韵味和美感 这样的色彩 对生活在 大漠戈壁的人们来说 就是一种生命的火力 欢快的乐曲响起 鼓励杰纳家的 剑服仪式正式开始 热娃浦演奏 必不可上 这种乐器 取材于桑木 和丝织的剑服 出自童园 都从丧 演变而来 婆婆鼓励杰纳 为儿媳穿上 为她量身定做的 崭新剑服 剑服 一旦只在 妇女婚育之后 并且得到了 家族中老人的认可 才能穿上 穿上剑服 寓意着 从此接过了 一个家庭的重担 曾经 鼓励杰纳的婆婆 为她穿上剑服 今天 她又为她的儿媳 穿上剑服 一代接着一代 生生不息 原自自然的残和丧 就这样 在和田人的身上 在和田人的日常里 流淌成岁月的河 墨上绿桑营野 残娘缓缓而归 这样的景象 无论是在和田 还是在江南 都已经延续了千百年 近年来 随着我国 东桑西移 也就是残桑业中心 从东部地区 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在边陲广西 残桑业又织就出了 一片崭新的天地 秋分时节 新疆和田和江浙一带的人们 已经感受到了明显的良意 而在南国的广西